一个解脱状态是 包含那个梦的世界 可是它不属于它 当它回头看这个梦的内容 它发生的事情 它不会被那个梦干扰 因为它已经超越它了 它已经知道那只是一个梦 其实它的内容不是持续的 它就一下子在一下子不在 所以它发生的是OK了 没关系它已经不在了 不重要了 它已经处在这个超越状态 所以其实 觉醒不够 因为你走不出来 可是当你在这个解脱状态 你就不属于那个梦 是因为你在这个解脱状态 你才有办法完全回到生命中 完全落地 因为你知道 真正的你没有办法被破坏 真正的你没有办法被威胁 真正的你是超越 这个梦中发生的任何的事情 所以你就愿意 完全进入生命 完全进入关系 你会愿意进入一个亲密关系 你也是会愿意 如果它分手就是分手 你不会因为保护自己 害怕万一分手就不进去 这个就是一个被绑住的状态 可是当你解脱 你会觉得痛苦的事情 跟快乐的事情都是平等的 因为它都是经历 然后从他们的身上 我可以享受一切 所以变成 所有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享受 是像一样 像一个人 他愿意进入一个电影院 然后任何一个片 他愿意看 它是一个搞笑片 或是它是一个爱情故事 或是它是一个打仗片 无论什么发生 或是它是一个cartoon 其实或是它是一个 大家最后都死掉的一个片 或是一个暴力片 它我们所有的片都看过了 那为什么我们愿意看 包含愿意看最黑暗的 最暴力的 然后最痛苦的 然后最苦的 然后大家都死掉了 为什么我们愿意看那些 因为我们是超越那个故事 因为我们是坐在电影院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在那个电影之外 所以因为我们在这个电影之外 我们不属于那个电影 所以我们愿意看任何的片子 然后那个片子都是平等的 没有一个错的电影 或是对的电影 只有一个演得比较好 或是演得比较不那么好的电影 可是只要它演得好 虽然大家都死了 可是如果它演得好 它就觉得哇值得 对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然后它不会因为 那个事情的发生 它会被触碰 它会被感动 可是它不会受苦 因为发生的事情 在那个片子里 因为它在一个从电影 它在那个电影之外的一个空间 所以那个是算解脱 所以当我们从这个梦中解脱出来的时候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 当我们成为了宇宙 从宇宙的角色 透过这个人 感受世界 我们已经在宇宙里了 所以其实 发生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这个很深层的一个影响 我们不会卡住 在这个人生的起伏里 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 一个部分是超越了 一个部分还是落地 因为落地的部分在经历这个过程 可是就变成你是自由的 真正的你是超越这个过程 所以其实要收 就是要有这个愿景在 然后我的建议是 觉醒是不够 因为你还是卡在梦中 所以要有这个办法 可以不但觉醒 可是解脱 然后因为解脱 可以完全落地 然后享受人生的每一个部分 然后无论你的人生 在拍什么故事 你可以完全投入 因为你不属于它 因为它不会因为它 你会痛死或是被威胁 因为你是持续不断 当你是灵魂的时候 你可以体验任何的东西 因为你已经超越了 没有一个东西会把你弄到死 没有一个东西那么痛苦 你就会消失 没有 因为你就是灵魂 你一直处在那个持续不断的 那个状态 所以你愿意体验一切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解开了几个感受 我想讲我几个感受 第一 我觉得这段非常棒 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我内在非常感动 而且我突然感受 就是我很少碰到一个修行的老师 一方面在灵性的层面 也很高 很高的维度 感染力 开悟力 同时能够很 很清晰的 一步一步 很有步骤的 去讲得清楚 能够整个系统 整个过程是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难得 所以我很感谢阿富兰老师 感谢阿富兰老师